关注甜蜜君看剧根据派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与凤行的结局,你看懂了吗? 都说天道无情,在我看来并非如此 万物的存在,必然要遵守这世间法则 虽说上古神,好像是天道创作出来的工具人 造而用之,废而弃之 但其拥有最强大的法力,必有不可为之事 世间万物要达到平衡 一年有春夏秋冬的更替 仍有生老病死的轮回 天道创神,以人的形态存在 就是让上古神犯错,令神性削减 使人性发生,讲白了就是不能让其毒大 就像生物链的平衡 最高等的动物,会被最低等的细菌消灭 神明最终回归尘土 除了行止,每个上古神都有他的使命 三成享受荣光寿终正庆 让大家记住了神明的奉献 想天地同寿 七成因犯错打入凡间 虽说要逝世受轮回之苦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七成神又何尝不是 天道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呢 至少还活着 虽说人的寿命不过百年 但反复轮回 又何尝不是与天地同寿 行止陨落时 化作神光融入天地间一缕生机 神离痛苦说再也见不到他了 轮回师至少还能相见 所以不同的结局没有好坏之分 只是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罢了 最后,清夜他们三人再次相遇 小何和夜师不再交换灵魂 因为他头上带着荷花饰品 很多人很奇怪 小何为什么总喜欢露出小腿 有人解释他不是河马 那大概是他的偶 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 他们犹如似曾相识的陌生人 这一次清夜谁都没选 只是释然的一笑 似乎放下了所有的执念和束缚 其实并不是天道将他放弃 而是他最后的神识复活了行止 不再是神明 也就没有了当初的执念 终于挣脱了自己编织的执念网 他不再执着 在两个女人之间怎样选择 其实从这两个女人 对他的态度可以得知 他们对他没有执念 有执念的只有他一人 沈林一开始就说 人的命运三分天造 七分人责 所以自始至终都是他的选择 而要解开这个困局还得他自己 旁白有交代 缘分断食难强求 从此往后无瓜葛 他们三人的感情纠葛 算是彻底花上了句号 清夜笑别前缘 拥抱自由心生 行止最后 被其他上古神的神识所救 其实也是他自己自救 那些牌位只剩一点神识 平日里都是靠行止的神力为细走 在神里进到房间时 他们都活跃起来 而其他人进来时 他们都无动于衷 他们因行止的神力 能感知他在乎的是谁 后来他们护着沈梨的心脉 行止告诉他时表情古怪 其实是他保护了沈梨 最后行止为三界做的一切 得到了其他上古神的认同 他们愿意用最后的神识还他一愿 与爱人长久 这是他种下的三英杰的善果 我是Timmy June 我们下期再见